国外著名数据网站露天刊台,公布了一组欧洲俱乐部实力棒单,结果显示,C罗领衔的斑马军团,凭借一甲时胜一瓶不败战绩,以及欧外三战群杰的强劲势头, 币亚巴巴,曼城,切尔西和巴黎,排在欧洲第一,今下,33岁的C罗重磅加毛油纹,虽然在季初期,葡萄牙人浪射无数,颗粒无收,但外界始终坚信,C罗能够在亚平民场出一般民堂,如今,神速度过摩河期的C罗,已经在一甲赛场交出七球五助攻的惊人数据, 这对于一名33岁的老将,对于一个出道一甲的新人来说,实属不易,要知道,这个数据与梅西同期在西甲的成绩一模一样, 虽然此前胡斯库的拍摄的五大连萨球星榜单里,数据与C罗一致的梅西雄剧榜首,而葡萄牙人只能居居地肉,但在俱乐部排名中,C罗却让油纹图斯逆风翻盘,压倒了巴萨, 后者目前在西甲十一轮七胜三平一副,欧挂同样三战全胜。 此外,排在油纹,巴萨之后的是曼城,蓝月亮本赛季在英超未尝败气,事实上,英超提到现在,除了曼城外还有两支球队不败, 分别是切尔西和利物浦,前者五大连赛排是第五,后者排第六,最大人意外的无疑是黄马,失去C罗之后,银河战戒已经掉到了第十六位,比热刺,马进,纳布勒斯都第一,换帅之后,黄马在国王杯和连赛都取得了胜利,算是熬滚了最困难,十七,但西甲五胜两平四负,第六,欧挂二胜一负, 还是无法让球迷满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